你是鹅蛋脸 哇我是圆脸 你就是鹅蛋脸 我脸这么多肉肯定是圆脸 今天我就教你们怎么判断自己的脸型 首先把头发全部眨起来 不要害怕正视自己的大脸 好现在拿出手机 点开相机 打开这个网格 把脸放到中间 目视前方来一张 然后拿着这张照片 定位发字线中间和下巴 再找到额头最宽处 顶骨最宽处 下颌最宽处 连成四条线 这样3D建模脸就完成啦 我们先来对比A和C 长大于宽 我们G1 宽大于长 G2 再看对比BD 额头等于下颌 G1 额头大于下颌 G2 额头小于下颌 G3 最后一步确定下巴 尖下巴G1 下颌有明显棱角 G2 下巴弧度圆润 G3 好啦再对比这张图 就能知道我们是什么脸型啦 分析好自己的脸型 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修容和发现风格 这样才能实现变美最大化 OK 这期视频呢就在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